反对复议案62票 反对国会改革复议案蓝白联手封杀 但立院职权行使法开了12票却临时喊咖 原来就是这唱票方式有疑虑 立法院长韩国瑜拍板已经开票的12票 重新唱票让语意完整清晰 虽说民进党多次强调不杯葛 国民党人业首异常 而就怕有人投错立委红梦凯甚至提前教学 不如以晚安表决器这次复议案投票 才记名表决一红一黄两张选票 而公平起见杨琼英 洪生汉 林国成 分别担任蓝绿白党团监票员 就算是记名表决 各个投完还是不忘亮票 各自高喊口号 而这一票韩国瑜也没错过 却被民进党立委轰 行政不中立 国会改革要议事中立啊 院长 国会改革要议事中立 院长为什么不中立 院长 国会改革复议结果出炉 朝野后续攻防 未晚待续 在立法院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个很紧绷的攻防 所以我最近真的腰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就戴这个睡袋 然后放在我的自己座位的椅子上 民进党立委红生汉 手拎着绿色睡袋解释由来 因为复议案表决前一天 国民党立委守在议场前 徐晓鑫说他鬼鬼祟祟 是想睡在主席台卡韩院长 其实他整天也没有用这个 那不就证明了他在 这个很明显 他就不是拿来靠背的 是拿来睡觉的嘛 你鬼鬼睡睡的样子 就已经被我盯上了 所以只能证明呢 女人的第六感是对的 我要拿来靠腰的睡袋 把他们吓成这样 可能觉得 所有想靠近一场 小靠近主席台的人 都想要跟他抢 他那个睡在主席台的位置 但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一句我一句 睡袋也成工房器具 而蓝营夜宿议场 为了防止被绿营闹场 入场后幕僚开始帮忙清场 垃圾电风扇电线收拾好 而民进党立委 是少了先前的痕迹 手带道具要替自己加油打气 把这样的轻鸟的精神 带进议场 就是希望等一下的复议案 我们绝对会遵守人民的意志 那坚持到最后 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 说要像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 虽然民进党科总招已喊话 直到过不了领票投票而已 但对蓝营来说草木皆兵也只是刚好而已 迪惟议 花生生状态欲台北藏不到 国民党加油 国民党加油 国民党办蓝营行动 号召支持者621上街头停改革 我觉得台湾不要玩对立 看到心很痛 阿白 加油 阿白 加油 蓝营行动现场还准备了五六千只的国旗 分送给支持者 没有监督 不是民主 力挺国会改革 我们国会改革无法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官员不能说谎 蓝营的支持者让青少东路一分为二 在画面的左侧是蓝营现场的行动 而在一阶之隔 右手边天桥的对面是青鸟行动 就怕两边的支持者产生冲突 周边有500名的警力部署 青鸟蓝营各自号召了支持者 集结场外声援 十字路口四边都有警察作证 就怕双方一不小心下路相逢 民团在立法院的周边 继续举办的公民论坛活动 还会随得立法院内表决状况 随时召开记者会 蓝营集结的街头 出现了纳粹旗 警方现场警戒 青鸟现场则有民主联龙墙 上面满满的蓝白立尾头像 让民众以变条纸写下意见 另外蓝营行动用动画 号召英文翻译 怎么多了一个I 念成的Blu 难道是要蓝鸟通通不留吗 脸书粉砖 NEXT逆袭 则称英文拼音没有错 中间是一道蓝色闪电符号 王定宇的版本可能被恶作剧了 TVB的新闻 崔仲群 叶峰伟 SNG小组台北报道 类型的总统宣布 成立三大委员会 其中气候变迁委员会 副召集人 由合硕董事长 佟子贤出任 面对核能 他也表达看法 所有的能源选项 都要对台湾有利 所以台湾应该要 尽量减少碳排 然后要能够稳定供电 不过类总统任用 从反核转为挺核的佟子贤 也让环团忧心 是否等于政府的核能立场转变 另外引起争议的 还有卖聊电厂研议 环团质疑经济部 明明说不缺电 却让机组研议 怒批政府根本跳票 不过郭志辉却澄清是依法行政 而郭志辉也要在21号 率领企业零售团访美 不仅排定 拜访AI伺服器大厂 美超维 梁氏兄弟 回答执行长华仁施 超维执行长苏兹峰 也在名单内 能不能够见到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大概有在名单内 都规划 而回答也有意 扩大投资台湾 市场传出 为了取得足够绿电 回答不仅和云豹能源接触 同时也和其他太阳能场接触 看来电的议题 将随着AI热潮 继续延烧 TBs 新闻李延志刘生 SNS小组 参谱到 柯文哲不是说他要付一百空几万 你们为什么不跟他追讨 陈佩琪就把账 那个存款 存款部都拿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追呢 要市府向柯文哲追讨 当年半双城论坛的107万 被绿云点名 陈佩琪也呛回去 一连晒出多张夫妻合照 还穿了台北市府背心 陈佩琪说 蒋市长如果下令主计或出纳 开个缴分单来 绝对用医院薪资转账户 立刻去转账缴亲 保证不会去市府做售缴纳 不过也请市长和议员 一样不要双标 既然是国民两党议员 共同制定的规定 而现在共军军事活动更频繁了 所以要办双城论坛 都请市长个人自费就好 讲完MB谈倒是自家议员 很不满 那个时候是他跟府会的关系都不好 大家也当然不支持科问者去做 大陆这边交流这样的动作 可是我觉得陈佩琪要搞清楚 不能拿明朝的剑 斩清朝的关 2022年台北市议会 曾在科文哲任内通过诞书 要求北市府如果共机共建 持续扰台 不得动之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预算以及核销 但现在中共行动没有变少 民进党议员州提案 今年主办方台北市府应该停办 讲完说预算都已经通过 而且没有诞书问题 现在的不是只有共机扰台 现在是直接在你台湾海峡 做演习啊 那讲完还要去吗 台北市议会如果要做这个标准的话 那请他们用同样的标准对待 讲完 大抢标准不一 外界看在眼里 也看所谓市政交流 是否助于两岸关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